現在大家用手機最擔心的就是電池有沒有可能膨脹甚至是爆炸 有網友說他買了新的iPhone 7 結果電池竟然膨脹了 到底是 為什麼 第一個是外力 然後第二個是呢 也有可能是電池本身就有問題 然後第三個是 有可能是你在使用上他的電池跟保護板裝置呢 可能沒有使用好 所以也會導致像這樣膨脹情形發生 因為鋰電池裡面的鋰 它的化學性質非常的活躍 很容易燃燒 所以當電池在充電的時候 溫度上升壓力也會跟著變大 這時候如果遇到撞擊會相當的危險 我們現在拿的是跟手機類似的一樣是鋰電池來做實驗 我們現在用刀子來割 試試看他遭受到割 割的時候還有撞擊的時候的狀況 一般的電池它外面會包覆著鋰素膜 它遇到高溫的時候呢 它會膨脹以及破裂 到底要怎麼樣安全的使用手機 我們來聽專家怎麼說 建議盡量不要邊充邊使 手機不要去重摔它 大家要怎麼去很簡單的挑選 你就直接看外包裝是否有BSMI的認證 突發週期 何博俊陽 淇琳 新北採訪報導